用什麼方式畫最快 用什麼方式畫最快 這邊的話第一個 你可以先畫 這個一定是先從裡面畫 畫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畫什麼呢 這邊 這邊是13對不對 你可以畫一條輔助線上來對不對 偏移多少 一半 7.5 這第一種方法 當然這個方法我是出 就是剛開始入門的時候 我會這樣講 可是慢慢的我會教你比較快的方法 你不用畫這兩條線啊 你直接從這一點有沒有 追蹤過來7.5 畫一條線上去 好畫一條線上去 那這條線的長度多少呢 就剛好是70的一半 35對不對 再過來 13 再往下距坐標 焦點 把這一條刪除 就好了 然後呢 就多一個之後的話呢 要有六個對不對 很簡單嘛 用什麼呢 用環形正列就好了 環形正列之後幫你轉出來 但你可以複製用旋轉 旋轉六次也可以啦 不過是比較慢啦 但比起來的話 我剛剛講的方法會是最快的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要把圖喔 第一個 先畫正確 就是善用這邊的功能 其實我講來講去都是這邊功能嘛 對 都沒有跳離其他的 頂多就是會圖裡面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這邊熟悉之後的話 再來就 再越來越畫越快 就是先求正確 再來求速度 好 其實慢慢畫 那如果說你這個沒辦法跑對不對 其實這邊有個檢視重生 它就可以重新